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乘坐老式汽车 陈哥朋友你好 我是陆灵涛 欢迎踏上音乐的朝圣之旅 当时空的距离在记忆中消失 你是否还会记得当初信誓旦旦的理想 当谬思之剑刺穿了虚伪的假面 你是否还有勇气真诚面对坦白的灵魂 当都市里的喧嚣归于了平静 红尘当中的虚荣化为了沉烟 那些经过岁月的沉酿所惦记下来的经典 或许是我们唯一的财富 在老师汽车的旅程中 就让我们一起寻找 一起感受 一起拥有一切值得珍藏的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个炎热夏日的夜晚 我带着一些伴随着我成长的老哥和记忆 拜访了匆匆而来的苏瑞 昏黄的灯光下一个卸了妆的女人坐在我对面 当时我真的很难把她与舞台上亮地辉煌的 亚洲最有名的华人女歌手等同情 掌声与鲜花 坎坷与沧桑似乎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什么明显的痕迹 但是她言语之中所流露出的那种 却到天亮好过秋的感慨 真的让我了解了 作为一个女人 一个母亲 一个女歌手 一个成功的艺人的苏瑞 背后的付出与艰辛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 我是苏瑞 欢迎您收听老师去找这个节目 很多人都称我这个不妥协的女人 总算是有那么一点代价 那这个我想这个是不妥协之下才能够维持这么久 比如那个时候就是说我不接受点唱 如果点唱到我觉得是适合我唱的歌 那我才唱 不适合的我就会拒绝 我就会说这个不太适合我唱 然后这个那所以呢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有点困难 就是说你选择的那些演唱的地方的老板他绝对要支持你 你这样子 要不然因为很多很多人家要做生意嘛 人家也要有他们的那个 比如说当然了客人要点唱你应该都要唱啊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都唱的话 那有很多歌 其实歌曲啊 要适合自己 你才能发挥嘛 那不适合如果你去唱的 那我觉得说他不怎么样啊 这个好像很平嘛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很美 每一位歌手啊 他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质 我记得那时候我很小 大概十五岁 那一年我就开始出来演唱西洋歌曲啊 我就是怪怪的 在我手中心里的声音 带我多少年份合一 从来不是要相信 永远也不会忘记 有天哪有地 有地哪有家 有家哪有你 有你哪有我 假如你不曾相遇我 给我温暖的生活 假如你不曾保护我 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 是你不要我长大 我说的一句话 是你给我一个家 让我与你共同拥有它 虽然你不能开头说一句话 全天能明白人事全体黑白与真假 虽然你不会表达你的真心 却不出了热成的生命 变出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 让我相信你多么自相的心 什么时候你才会到我身旁 让我再和你一起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家哪有你 有你哪有我 多么收心顺利 没完多少人风的雨 从来不需要想起 永远也不会忘记 其实搭错车 这是一个机缘 那个时候因为导演 事实上他先有全部的剧情 甚至于他那个时候有剧情之后 他再加了很多里面的歌曲 歌曲他当然都有些背景的画面跟故事 所以那个时候是说 在这么有内容的题材 才去找到我这样的歌手 然后呢就是找到之后呢 也有后期的 也有所谓的这个后期的音乐的制作 所谓这个我讲到这个后期的音乐制作 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一些音乐人 也正好就是我以前的老搭档 那这些老搭档呢 他们也就是蛮了解我的 那以前的早期我那个时候在唱西洋歌曲的时候呢 我因为跟那个这个乐团里面的陈志远啊 他以前就就就是弹那个keyboard 那那个时候他整张专题上面都是他编曲的 所以其实有蛮多东西 他是为我而生意的 比如说那些蓝调的东西 那里把的音符拯救人心想 再找一场 想学我的梦呢 就不别再想想 那么从这张唱片之后呢 好像有很多的传媒啊 就说你是一个属于黑旋风啊 怎么讲 就是一个穿着黑衣服演唱的歌手 是早期的 早期的一些一些那些那些称号 其实我觉得那个是非常的贴切啊 因为可能我的个性 还有就是那一个 以前嘛在那十几年前在台湾来讲 唱这么摇滚的东西几乎很少 尤其是女歌手啊 那他们觉得这种在音乐来讲的话 这么重的东西 它跟一个颜色的搭配应该是 应该是比较比较 民重的 所以那个时候会去以一个黑色为主 那而且呢 在一个所谓我们讲的流行 流行的这种造型来讲 它也会非常突出 因为那个时候在台湾 很少人有穿那种全黑的打扮 几乎没有 那在那个时候 当然就是说任何东西都是物以稀为对 然后你少看到 你会觉得很新鲜 很特别 可是那个是在那个时候的感觉 我并不是说那样的打扮不好 但是我觉得我觉得就是说这个 虽然在现在的流行眼光来看 它并不会再具以前那种魅力 那但是对我自己个人来讲 我也不会觉得这个黑色 跟我有什么格格不入 因为我觉得基本上 这个颜色 它跟我的个性还是贴切的 就像那风筝迷失了 孤独的决定依旧 就像那流行寻找着追落的方向 我奔跑 在那寂寞的灯心岛 我对着 漫漫的空间拥抱 我一直在讲 其实我的个性跟黑的个性 那但是有时候个性 个性跟那个音乐的那个走向 有时候他会 会想要就是说 像制作人或计划的人 他们会觉得说 其实你是有个性的做 但是你的个性里面 它也有柔的一面 它也有比较明亮的一面 那当然他们就是说 是不是在这一方面来做一个 改变呢 会不会是说 有些歌迷朋友们 他们也是会更喜欢你那一面呢 当然也曾经做过这样子的一个尝试 其实我不敢讲那样的尝试是失败 或者是什么 因为基本上它不是那么明显 后来我发觉了 这个好像歌迷朋友们 他们确实不是那么在意说 苏瑞嘛 一定要穿黑色的音乐 就其实呢 其实反而到后来是觉得 大家会觉得是比较会注意苏瑞的歌唱 然后慢慢慢慢会把那个黑色旋风啦 这样子的一些风号啊什么的啊 就没有那么样子的 认为它是主要的 其实我也为这样子感到蛮开心的 因为其实每一位歌手他们都希望 自己的歌声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外表的打扮啊 或者是服装的变化来做号召 那我想尤其是像每次在个人演唱会的时候 在后期都比较不会标榜是黑色旋风 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会蛮 蛮 好像有种那种感觉 你非得要用服饰 非得用内容 好像 那后来会觉得说 这一方面就让它 顺其自账 顺其自账 其实呢就在这么多年过来了 您大概怎么能出给多少张唱片 出的唱片其实不多 大概一二十张 包括在香港陆织的广东片啊 这个早期的英文专辑的话 大概加起来大概二十张左右 二十张左右 信之多 那么这二十张专辑里面呢 你有没有偏爱 是有偏爱 比如说实在还是这个 一样的月光 就跟唐贝勃 第一张 所以张春林唱片其实它 包含了太多 它包含了这个 整个这个苏瑞的 这一个歌手的 它的它的很多 包括它的音乐性也好 它的这个外表 外表的塑造也好 个性 让人家的认识也好 种种 其实它包含的非常多 非常丰富 那这是在后期的 很多专辑唱片里面呢 比较这个不及的地方 所以这张专辑唱片呢 它它永远就是 就好像是我的一个蓝本 整个时候 二十万般都离我远去 整个时候 身后你的肌骨在手里 人潮的拥挤 打开了我们的距离 整个军的大地 那几天的夜晚默默的哭泣 谁能告诉我 谁能告诉我 是我们的变得世界 还是世界的变得忘记 谁能告诉我 谁能告诉我 是我们的变得世界 还是世界的变得忘记 一样的月光 一样的月光 一样的照着 是点心 一样的冬天 一样的下车的冷淫雨 一样的尘暗 一样的在风中堆积 一样的笑容 一样的泪水 一样的日子 一样的我和你 一样的笑容 一样的泪水 一样的日子 一样的我和你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 我是苏睿 欢迎您收听老是汽车这个节目 我觉得我自己是可以说在走这样的人生阶段 他都有各个阶段的一些东西 像让我想起这是像以前刚推出这个牵手之前吗 不就这个有三年的时间吗 然后这三年的时间其实我觉得非常的丰富 虽然我没有我没有在歌唱 我那个时候体验到了 这个我生了小孩子啊 然后这个父亲的过世啊 那每个人他会在那一个人生的阶段他会面对一个就是面对面对生 跟死 那这是在在在每个人人生阶段里面 也不见得都是这么样的可以碰在一起的 那对我来讲是一个蛮 蛮 蛮 就是蛮感触的 然后我能够把它唱在在牵手这张专辑里面 那我觉得 那那那种感觉 是一个阶段 好 也不是说我 我是每一张专辑唱的都是这样的题材 那所以在一路走过来 我发觉 我的我的很多歌曲呢 它是跟着跟着我的人生在走 所以它会比较丰富 因为梦着你的梦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 幸福着你的幸福 因为路过你的路 因为苦过你的苦 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 追逐着你的追逐 因为失恋不敢停 因为承诺不敢信 所以放心着你的承诺 去说服明天的命运 没有风雨 没有风雨 躲得过 没有趟的不必走 所以安心的牵你的手 不去想感 不该回头 也许捡了手的手 也许捡了手的手 尖身不一定靠走 也许有了伴的路 今生还要更盲目 所以牵了手的手 来生还要一起走 所以有了伴的路 其实是这样子 并不是说每一首歌 一定就是自己的背后的故事 其实呢 自己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也不是就是关了门 只有去 要面对很多人的事 是的 而且像我觉得 我是一个是走出去的 走出去的 去感受很多事物的一个歌手 像比如说 我是一个很容易受感动的人 朋友的故事 很快就能够进入我 我也很容易会为朋友掉眼泪 一些糟糕的事情 感受都特别浓 那我想歌手本身就是这样子 他不能没有爱 我觉得那个 那个关心 还有那个爱 你要去关心很多糟糕的事物 你才能够去感受很多东西 那那个就是一种 一种情感 甚至于是情怀 当你有了 你在唱歌的时候呢 你很容易就有 我想这个东西讲起来 可能大家要再想一想 那这事实上 我所说的就是感受 如果我们每天 就是把门关起来 自己在家 他没有去感受外面的世界 你不可能去 去感受到很多东西 那所以我说歌唱呢 他其实是一个感受 我们是讲feeling 对不对 feeling就是一种感觉 那所以我们要对外去感受 很多很多来感动自己 跟着感觉走 请假出梦的手 脚步越来越轻 越来越快活 紧紧归洒自己的笑容 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留 跟着感觉走 请假出梦的手 看天越来越轻 越来越温柔 轻轻就像风一样自由 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 跟着感觉走 让它带着我 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 看着感觉走 让它带着我 某个地区哪里都会有 其实我是一个蛮喜欢 预言降误的男人 我不是一个 这个很在乎 大家说什么那样子 我只在乎说我感觉 我喜欢我就是做 所以这个 我也不会认为 就是说走进厨房 哎呀就是那么油油烟烟的 或者是说让它觉得说 哎呦你不是这个歌手吗 应该就是远离这个厨房的 其实不会 我很喜欢 我蛮喜欢自己的自然 我也很享受 就是我上街买菜的那个时刻 我觉得 我觉得你要给自己觉得很自然 很坦然 那我自己很喜欢 那个其实是一种心态上的客服 在回首 在回首 被你远走 在回首 泪眼朦胧 留下你的祝福 看夜晚安我 不管明天我要面对 多受伤红的迷惑 静静在悠悠 安安 反反不顾中追问 才知道平平淡淡 重重融融是最真 在回首 在回首 恍然入梦 他回首 我心依旧 只有那无尽的长路 搬着我 曾经在悠悠 安安 反反不顾中追问 才知道平平淡淡 重重融融是最真 在回首 恍然入梦 在回首 我心依旧 只有那无尽的长路 搬着我 我是苏睿 欢迎您收听 老师汽车这个节目 最有了半的骨 没有岁月可回头 其实对小孩子 我没有用期望的眼光 但是我会用观看的眼光 观看也就是说 我想 每一个人他都有 他的这个生下来 与生俱有的这种潜能 那我也是慢慢在观察 我的孩子 那我不敢是用 哎 希望他将来一定是说 我喜欢他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会去看他有什么 比较突出的 那我想据我从 孩子现在也快六岁了 我的观看呢 他比较 他比较偏向于那种 有艺术天分的 他可以这个画画啊 慢慢慢慢这个画得很细腻 他很有耐性 但我觉得耐性的孩子 不见得他一定要 一定是走艺术这一方面 虽然他现在能够画很好的画 也不见得他以后就是个画家 对 因为其实他的那个耐性 我们可以去多来 可能可能就多 多去注意他的 他的这个耐性 或许他可以发展到 其他更好的 慢慢 因为现在还小 所以只要他能就是说 有耐性 好好的将来就是好好 他有这个耐性去读书 这个我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可以相信他是一个 爱读书的孩子 小小的小孩 今天又没有哭 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 留下了太多足夷 漂亮的小孩 今天又没有哭 是否弄藏了美丽的衣服 却找不到别人情绪 聪明的小孩 今天又没有哭 是否已是那心爱的礼物 在风中寻找 从清晨到日暮 忘记爱的小孩 为什么你不想我太清楚 是否让风吹醒的霸灯 在黑暗中独自满沫 心爱的小孩 拍拍照着你的泪珠 我愿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的路 在黑暗中寻找不到你 在那个时候 小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 我将近有两年 将近两年 我就是完完全全给孩子 因为我觉得小孩子 那个成长很快 然后的那一个 从生下来到 到他 那个年龄 可以说是一个 其实任一个阶段 都是宝贵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是怎么样 也想把所有的时间给他 我是曾经这样子 那我觉得 非常的 非常的 怎么讲 还是现在想起来蛮怀念的 在黑暗中独自满沫 静暗的小痕 快快撞到你的泪图 我愿意陪伴 走向回家的路 感ow 偶意陪伴 听见 是啊 滚 怎么快撞到你 遥 de湾 也曾经 我愿意陪伴 被袤 何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小的小孩 今天又没有哭 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 留下了台湾层地 漂亮的小孩 今天又没有哭 是否笼藏了美丽的衣服 却找不到别人倾诉 聪明的小孩 今天又没有哭 是否已失了亲爱的礼物 在风中寻找 从清晨到日暮 我亲爱的小孩 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 是否让风吹熄的打热 在黑暗中独自满谱 亲爱的小孩 怀怀就干你的泪出 我愿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的路 我愿意陪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 我是苏睿 欢迎您收听《老师汽车》这个节目 其实说实在 我其实非常珍惜 我所拥有的每一个时刻 然后 比如说 当我要有自己的舞台 有歌唱的舞台 我都会很珍惜 包括现场的演唱也好 或者是说唱片的录制 我都会很珍惜 就是说 我能拥有的 所以每一次我都会比较希望是好的 至于我的家庭也是一样 可能就是因为自己是一个职业妇女 给家庭就不是全部 所以当我能够给我家庭的时候 我都会尽力 其实我都是 只要有机会 我是一个很利益表现的人 就是说 比较不是那种会代谢的人 就是说 哦 这个无所谓啦 怎么样啦 就是反正有机会 我就尽量说 这是我该做的 然后我就去做 我拿什么风险给你 我的爱人 白云风险给草城 山河风险给海洋 我拿什么风险给你 我的朋友 我拿什么风险给你 我不停地问 我不停地跳 不停地笑 我拿什么风险给你 我的爱人 我的爱人 白云风险给草城 江河风险给海洋 我拿什么风险给你 我的朋友 白云风险给你 白云风险给蓝天 青光风险给长夜 我拿什么风险给你 我的小孩 白云风险给你 我拿什么风险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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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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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各位亲爱的朋友 您好 我是苏瑞 欢迎您收听 老是去做这个节目